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视频 那就是斯芙兰又又又又又打折了 那这一次呢是今年的最后一次 他的时间呢其实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 是从11月1号到11月11号 也许他可能是想站着中国的双十一一起 所以他把时间延后了 以往的话都是只有一个星期左右 这一次呢Vib入局是有打八折的福利 然后Vib只有打八五折 然后Beauty Insider是只有一个九折的活动 我觉得Vib和BI呢就赶快去抱Vib入局的大腿 反正跟着他们一起买的话你可以打八五折 你自己买的话反而不划算 因为很多官网自己出的折扣的话 其实都是八折 不用说为了一个Sephora的折扣呢 去硬在Sephora买 那些官网的折扣也是很可观的 而且一定要记得用反线网 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有Ebates 这次的话Ebates的反线只有在Sephora的话是只有2.5% 其实跟其他的反线网站相比的话算很低了 但是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在Sephora里面买 我昨天已经在切尔市的官网下了一单 它是买满125就有一个打八折的活动 而且切尔市在Ebates里面的反线的话是6% 其实这对于一般的网站来说的话 已经是相对比较高的了 我知道最高的话是Tart 在Ebates上面反线最高峰的时候是反线8% 但是Tart它只有美国官网 它并没有加拿大官网 所以你寄过来的话还要交个关税 然后利率其实算一下的话也不太划算 ok 备话不多说 这一次呢我会分成几部分来讲 第一部分呢就是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必要在Sephora买的 因为像加拿大的话 有Winners 有Shoppers里面的话 其实都是有这些相同品牌的 那在Winners的话呢 第一个是兰扣 兰扣的话它有很多护肤品是在Winners有的卖的 它也有那个瑶瑶乐的唇膏 还有其他的兰扣的唇膏 然后是Shisado的护肤品 但它并不是当红的那些红妖子或者防晒霜的一系列 我还有Makeup Forever True Face Smashbox Anastasia Nars和倩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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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品牌的话呢你可以在Winners淘 但是 但是它并不是一直在Winners有的 你必须得经常去逛 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很爱逛Winners 我两个星期一定要去一次 基本上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一次的频率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上新 像之前的话它其实上新的东西并不是特别的给力 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话我在Winners淘到有Truface的眼影盘 然后我昨天又有淘到这个BECCA的高光跟Bronzer 你在Winners买东西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弊端 因为你一定要打开包装 它放在那边的话有可能其他人会打开来 然后摸一下试一下粉质 所以在Winners买的话你一定要打开来 然后看一下包装有没有被人摸过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完全安全 你可以用一个最低最低最低的价格去买一个专柜的产品 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日常的 或者稍微比较过气一点的产品 如果说小鲜女们在看那些当红的 就比如说Truface的煎饼盘的话 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去看Winners 直接在Suffer上买 我知道Truface的话在美国官网是经常有什么半价活动 但是在加拿大它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寄过来的话你不只要收关税这个问题 你还得收运费 它的运费超级贵 那shoppers的话呢大家肯定有optimal card 那这个的话就是完全可以积分 你平时的话呢你在shoppers或者loveloss那一系列的超市里买东西的话呢 你都是会有积分的 那这些积分的话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种活动的话 10万积分是只能换100块钱 但是它有的时候就会有活动 就比如说10万积分可以当130刀 120刀这样子来用 那在shoppers的品牌呢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它有lancon orengons,urbanicade,benefit,stella,chainby,chanel 还有亚诗兰黛 不同的shoppers呢有不同的品牌 有一些的话还会更多一些 这里呢是指出了它主要的一些品牌是在shoppers里面都是有卖的 如果你要找那些限量版的话 shoppers里面不一定会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多看 所以在这两个地方买的话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省钱的 还有就是nordstone 它会有一些年度折扣 包括了护肤品彩妆品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 很多东西都是要逃的 大家绝对不能犯篮 一定要多看看 多去几个官网或者多去几个大牌的网站去看一下 说不定你就能逃到最便宜的东西 没有必要说去等着斯芙兰这个打折 接下来一部分呢我要说的是买对不买多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很多的那种value套装呢 我觉得说并不是一定要买的 而且有很多都是一个噱头 大家不要被感觉它是value set 然后就一定要去买 很多东西在那个里面 你不一定是一定要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Mac的这一个口红套装 你不要看它这一个套装 好多口红 然后价格又便宜 其实它里面像这个粉红色 这个金色 还有最边上的那几个颜色 其实很不日常 你真的是不会在日常去用的 它只有中间几个红色和旁边一个姨妈色 还有一个珊瑚粉会稍微可以用 但是也会比较挑皮 如果说你对颜色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只是想要一个这样的一套的话 那大家可以去买 如果你真的是买来需要用的话 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去买这一个套装 让你看上去很超值 其实你并不会去用它所有的颜色 很多都最后被闲置然后浪费掉 下一个我要点名的就是这个Bite的套装 它是mini size的唇膏 它是卖28 总价值是40 其实这个的话你看 它可能里面只有一个颜色是你会用得到的 有可能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店里面先试一下 一定要试一下它这个颜色 然后再去买 绝对不能盲目下单 之后我要说的就是这个Pammergrass的这个 新出的三个节日限定的眼影盘 我觉得这三个的话真的它就是一个噱头 它绝对是坑人的 86到4个颜色 它里面的颜色像这一盘红黄掉的 它这一个的话其实并不是说你没有 你自己去看看你的眼影盘里面 你肯定有类似的颜色 它这一盘比较蓝一点的 这个里面的颜色会比较跳 而且特别是右下角这一个颜色 但是但是它真的很不日常 你买了这一盘里面 你可能只会用那一个颜色而已 你花86刀只买那一个颜色 真的是除非你是Pammergrass的脑残粉 不然的话我觉得太亏了 而且没有必要 这一盘是我觉得会是这三盘里面最好看的一盘 也是比较能用得到的 但是这一盘的话讲真的 除非你是为了那个颜色去买 它颜色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下其他的阴影盘 或者其他的牌子 肯定会有类似的 如果说你实在是一定要死心他地的喜欢那个颜色的话 那你再去买这一盘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一盘的话 网上现在已经是断货了 下一个我要说的就是Believe的这一个套装 它这个套装是里面有所有现在热门的产品 但是它这些都是很小的小样 你用的话只会说你去旅行的时候才会用到 你平时如果说你第一次你想尝试一下的话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买这一个套装 你可以去买它其他的套装 真的来说的话 三十刀你去买这五样东西 看上去很划算 但是它的量特别小 并不是那么的划算 Safora Favorite的这个TOKIO的套装 其实这一个超级套装的话也是一个噱头 它里面你看它有SK2的神仙水 它有红腰子精华 它有Believe的那个Water Bomb 但是 但是 这边要化重点 它所有的都是小样 而这些小样的话 其实你平时在Safora里面买东西 然后用积分兑换是可以换得到的 你并不需要说花五十刀去买这一些小样 如果说真的是新手妹子一定想尝试的话 没有必要去买这些套装 太亏了 你平时去买Safora其他产品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积分兑换那些小样 你也可以照样尝试那些东西 然后再去买它的正装或者中样什么的 没有必要挤在现在这个时候 下一个还是Safora Favorite的这个口红套装 它这一个的话不只是有口红 还有睫毛膏 还有一个Mac Jacob的眼线笔 这个的话也是特别的坑人讲真的 它看上去有一个YSL的唇用 有一个Givanshi的唇膏 再加一个Tom Flaw 但是你平时积分兑换的话也是可以换得到的 看上去很诱人 再加上YSL 基凡西 Tom Flaw一起 就感觉这个领盒很高大上 下一个我要点名说的就是这一个 Safora Favorite的这个香水小样 这个的话真的是太坑了 像在美国官网的话 它是有一个黑卡 你花七八十美金买了之后 你是可以拿那个黑卡去再换一个正装的 而在加拿大的Safora里面它是没有的 它只是45刀 然后去买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小样而已 而且这七个小样里面 它不一定会你全都喜欢的 肯定会有闲置的 除非说你是收集它这些小样 要不然的话 这七个香水小样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45刀其实很贵的 相对于这一个套装来说的话 下一部分就是我说的不要被包装吸引而去乱买 这个的话其实很需要化重点 很多小仙女们买东西的话都是在网上看照片 哇好可爱 然后这个包装好美 但是买完了之后 它可能就会被你遗忘在某一个角落 或者只是摆在那看而已 这样子的话其实很不实用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一个Hourglass的限量面部盘 这一个的话它讲真的 今年做的太没有诚意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们会被它的这个包装所吸引 我去店里看过这一个太塑料了 它这一个外包装的话 可能连十块钱人民币都不到 它里面的那一小颗一小颗又特别的小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拿一个高光刷 或者bronzer的刷子去刷 你一定会刷到旁边颜色的 这一个面部盘的话已经被我打枪打死了 再来看的话就是Tom Ford的这三个眼影盘 这三个限量 这个颜色出完之后我就有点崩 它这个颜色是什么鬼 这个第一盘这又是黑的又是深蓝色 再加上两个浅色 这一盘画上去除非你说像ROR那种烟熏妆 不然的话你日常是绝对不可能用的 你只能用这个眼影来当一个小眼像而已 不然的话你日常是不可能用到的 然后第二盘这一个绿绿的 然后又是淡淡的 其他的这个颜色 它这个配色我真的是看不懂 为什么要出这么奇奇怪怪的配色 不能出一个很正常的颜色吗 它这个绿色看上去特别好看 但是你根本就不会日常去用 我们不会像欧美人一样去画那些 很跳的那些舞台 或者很special的那些妆 你根本就不会用到这个绿色 然后它旁边这一个深不深灰不灰 黑不黑的颜色 讲真的你画上去之后你只会让眼妆显得更脏而已 最后一盘 这一盘是这三盘里面唯一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盘子 如果你因为了这个包装而买的话 你只能买这一个颜色 and你还日常是可以用得到的 但是它这个右上角这个颜色 讲真的你上眼之后 如果是单眼皮会比较肿眼泡的话 这个颜色其实让人很难受 所以说限量它只是一个噱头 其实这些东西并不限量 它可能说在这一段时间内 你买了之后 它就说这是限量盘 但是并不是所有限量盘都是可以用的 除非你真的是指示出 除非说你是单纯的很喜欢那个包装 你就是为了那个包装死也要买 那这是限量 但是其他的话它并不是限量 就比如说Too Faced的煎饼盘 它今年出了一个它的姐妹盘 然后就是一个ginger bread的那个唇釉 它今年还是出了一样的颜色 就有些品牌它会不断的不断的重复的出那些 当季热门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品牌的话 它的限量里面的东西并不是让你日常用的 有可能说你这辈子都不一定能用得到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限量都是好的 下一个的话就是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size 就比如说刚刚我点名批评的 这一个Bleaf的套装 它的size真的真的真的很小 没有必要说花冤枉钱买一些小的mini size 如果说最近没有旅行计划的话 你买这些东西你可能你是为了试用一下 但是你刚可能有一点点感觉 或者连感觉都没有开始的时候 它就已经用完了 这里呢推荐几个套装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orangus的这一个套装 它虽说都是中小样 但是它的量都很足都够你用一段时间 花50刀去买一个这个其实也不亏 这里面的这几样东西都是当红热门产品 大家是可以去试的 然后就是这一套rose的 其实这一套的话我很喜欢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正装的这个rose喷雾 然后再加上其他三小样 所以我会比较想要这一个 下一个就是Suffer Favorite的这一个套装 这个套装其实在4月份打折的时候 我已经买了 这里面的话只有一样东西很不适用 那就是这一个verb的干发喷雾 它其实是一个干发油 而且它喷出来之后 它里面是有闪片的 而且是bling bling的特别大的闪片 除非说你要去表演 你要有一定的舞台效果 不然的话你日常 你看到头上都是bling bling的 分散开来 弄得你脸上身上都是 其实是很难受的 在这一个套装里面的话 这一样产品是最鸡肋的 其他的话其实都是日常式 你会用得到的 而且这一个超值套装45刀 打完折之后很划算 只有那一样东西你不会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的 下一个的话我就要说的 就是Anastasia的这个新出的眉胶套装 这个的话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 而且它是新出的一个礼盒套装 它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眉笔套装 或者眉胶套装这一些 我个人的话会比较想要眉胶套装 这个的话在Sufferan 现在应该也是断货了的状态 特别划算 它这个眉胶的话最起码是一个正装 所以大家买礼盒套装的话 一定要看清楚 买里面有正装的东西 其他的中药或者小样 你可以用可以不用 但是最起码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正装 这样子的话你买了不会亏 下一个的话就是IGK的这一个干发喷雾 它就是一个正装再加一个travel size 它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正装的价格 35刀超级值 这类的话应该会被抢得很快 一个Sufferan Favorite的这一个干发喷雾的套装 这一个是5个干发喷雾40刀 如果说你是想要一个干发喷雾 背在家里面 平时的话不会特别大量的去用的话 我觉得说买它这个套装的话会比较划算 你可以试各个不同的牌子 最后选出一个个人会比较喜欢的牌子 去买它一个正装背在家里 接下来一部分呢就是新品买不买这一部分 个人找出来的呢大部分都是眼影盘 因为眼影盘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出了特别多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VV的这个煎饼盘 其实它的话有点抄袭去Face 但是它这个价格特别清明 你把这颜色一个个拆开来 一定能在你平时你所拥有的眼影盘里面是能找得到的 但是它就是把它们都放在了一起 然后拼成了一个煎饼盘 上面抄袭了一下Tree Face 走了一个热度 我觉得说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去买的 但是这一盘Tree Face的我觉得说是一定可以入的 这一盘的话真的就跟去年的煎饼盘是一样的 完全真的就是特别美的一个盘子 下一个是Urban Decay的这一个Honey盘 这一盘的话其实这个颜色出出来我真的是有点崩 它这个颜色讲真的只有当中这三个亮片色是真的稍微比较好看的 但是其他的都是最大地大地大地色 你没有说为了当中这三个闪片色花68刀去买一个Honey盘 当然了它这个包装也稍微的比较好看一点 但是有点亏不值 接下来就是Anastasia最近出的这三盘大眼影盘 Anastasia不知道怎么了 一定要敢在这一次Sephora打折之前把这三盘全出出来 这三盘其实讲真的颜色太戏剧了 平常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去用到的 就比如说这第一盘比较紫一点的 这里面这个深蓝色淡淡的紫色还有那些粉粉的颜色 这些颜色的话都是特别的舞台 平时日常的话你是不会用的 而且如果你用了画的不好的话很容易显脏 这一盘蓝蓝的 我的妈呀这里面这个有多少种不同程度的蓝色 就跟小时候的蜡笔一样 这种颜色你根本就不可能说你日常上班上学去画的 你这出门了就会容易人家不知道的以为你要过Halloween或者你在Cosplay 下一个是这个橘橘的 这一盘是这三盘里面相对来说最比较正常的 但是这里面的颜色除去那些荧光色以外 剩下的颜色都是大地色 它这些闪片色会比较好看 但是你可以在你的其他的盘里面是能找到这些代替色的 这些荧光色的话你也不会说日常去用 而且现在秋冬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荧光色 这一盘的话买了也是很鸡肋的 之后我要说的是Huda Beauty的出的这三盘小的九宫格眼影盘 这三盘里面唯一能让我想要买的是只有这个Nude Light 这一盘的话我觉得那个紫色特别好看 其他剩下的三个闪片色的话也比较好看一点 但是它这个Nude Rich跟这个Nude Media是很适合那种白人去画 或者说小麦肤色 然后这个Nude Rich这一盘的话讲真的 你不觉得里面的颜色是比较眼熟的吗 你日常的眼影盘里面肯定有相似的类似的代替色 那你为什么再要去画37刀去买一个新的眼影盘 那你里面的颜色都有呢 下一个我要说的是也是Anastasia这个合作款 这一款的话这个包装真的是刚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大家疯狂吐槽过了 有密集恐惧症的是绝对不可能会去买这一款的 而且它里面的颜色讲实在的 这个颜色有点鸡肋 除非说你是冲着它的这个闪片shimmer色去买 不然的话这个眼影盘也是会相对来说比较鸡肋的 但是另外一盘Anastasia的这个盘就是特别的美 它里面的颜色的话你可以变换不同的妆容 你可以很日常 你也可以很夜店 它是可供可受的一盘 再加上它这个包装特别的有质感 做成像鳄鱼皮一样的这个纹路 这一盘的话是真的很推荐 良心推荐一定要买的一盘 然后就是Mac新出的这两盘新兴的面部盘 哇这两盘真的是限量 而且真的是美到一个惊艳 可是这一系列是不包括在Sephora这一次打折的 觉得说大家可以去Mac的官网 去观望一下有没有折扣 没有必要挤在现在这个时候 它可能只是趁着这个Sephora打折的热度出的 这个新的一系列 但是它并不打折 这里一定要画重点 Mac新出的这个Star的一系列 是不包括在折扣之内的 所以小鲜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要到时候看了 啊Mac这个好可爱好喜欢 然后就以为会打折 但是它不打折 如果说你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两盘店要买的话 是可以趁着现在Sephora还有货的时候买 如果说不着急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得Mac的官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折扣的时候再去买这两盘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Medium这个盘 然后这个星星在上面真的是太美了 美到一个极致 而这个Light的盘其实是更比较适合我们这种黄皮的日常的会选Light 你只是买来收藏的话 选Medium吧 个人的话可能会两盘都买 我会过一段时间去Mac的官网去看一眼 之后就是这个CRT的这两盘眼影盘 这两盘眼影盘出了之后就是好评如潮 颜色都特别美 而且包装很可爱 上面有星星 然后外包装也是那种比较Jelly的那种质地 价格也不贵 46刀 这两盘是趁着打折的时候去入的 之后我要说的就是Anna Celsia的这个mini的二号盘 这一盘出的到底是什么鬼我完全看不懂 又是绿绿的又是橘橘的又是霉红色 它上面又有三个淡色 这个颜色的话你日常是需要我怎么去用吗 你是需要去画一个墨绿妆或者去画一个橘橘的妆吗 买了可能说只是为了这个包装 但是这个颜色的话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我不是那种玩眼影的人 所以我买眼影的话 第一宗旨就是一定要很日常 我颜色是能用得到的 第二就是它的包装能好看一点的话 我会更喜欢一点 之后我要说的就是CT的这一盘限量 去年出的那一盘的话是真的颜色特别美 但是今年出的这一盘 讲真的小仙女们 你们把颜色分开来一个个来看 你们不觉得很眼熟吗 这里面的颜色是你日常没有过的吗 买这一盘的话 除非你真的是为了那个CT的包装 再加上它是CT的限量去买 除非你是冲了它的粉质 一定要说我就是要买这个 那真的是可以去入 但是你眼影盘很多的小仙女们 你们真的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一个噱头去买 然后就是这个KVND的这一盘 把这几个闪片色去掉之后 你看一下它其他的那些雾面色 你们不觉得很类似吗 而且你只有在手臂试色的时候 你觉得它是有区别的 但是你在上眼之后 你把它晕开来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就很不理解 为什么KVND出了一个 这么奇奇怪怪的一个眼影盘 它不能跳度大一点吗 你看它光裸粉色 它就有一二三四 就有四个 大家需要那么多裸粉色去打底吗 你里面只要放一个去打底就够了 它里面棕色就有两个 一个稍微深一点 一个稍微浅一点 大家来数一下 它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打底色呀 我这一盘真的是 除非你真的是冲着它这个闪片色去买 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去买一个颜色 这么全都是相近的盘呢 它价格不便宜 66刀 它这个噱头只能靠这个闪片色来拉了 不然的话 买了真的是特别的鸡肋 除非说你要买这一盘 你只是为了里面的闪片色 你花66刀 那真的自己随意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这一款 Natasha Denona的这一个Carnberry 这一款的话 真的是 哇 在打折的时候 它还在校区 再加上八折 那为什么不入呢 全价61刀 打完折31刀 你再来个八折 哇塞 你买完之后 你连30刀都不到 如果它不打折的话 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因为这个价格就特别贵 但是它现在打折了 此时不买更待合适 必须要入 我觉得我不买它 我都对不起我自己 虽然这个颜色的话 你没有办法说 用它这五个颜色去弄成一个妆 但是你可以分开来用 你可以用它的雾面色去叠加眼尾 然后用它的闪片色来提亮一下眼头 或者中间提亮一下 你只是自己需要找一个其他的一个大地色来打个底而已 你的眼中眼头眼尾这一盘是全都能搞定的 那为什么不入呢 OK 说完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要说一下我自己的清单 其实这一次打折呢 我并不是想买太多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的话是我已经放进了购物车 还有一些东西的话是网上已经断货了 所以我打算去店里看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Anastasia的眉胶套装 这一款的话是我一定会入的 我自己的这个眉毛是一定要去靠这些东西来搞一搞的 第二样的话就是这一款绞杀油 它是带tea tree的 它比单纯的绞杀西油那一款更多样一点 所以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很适合给我男朋友用 既能修复又能镇定它的痘痘红肿 绝对要买的 而且65到讲真的不贵 再加上打8折它更便宜 下一个是Stila的这个concealer 它是昨天才进Sephora sale去的 这一款的话是我昨天快下班的时候 趁着下班前没有事情干 再看了一下Sephora的 sale去 它是刚放进去的 它不只放了concealer 它还有foundation还有powder这些 但是它其他那些powder的话已经卖光了 所以我就放了一个concealer在我的购物车 我还在纠结要不要去买 等一下我下午去Sephora的时候 我会去试一下它这个质地 18刀打折很便宜了 而且还在Sell去 之后就是orengance的这个面霜 这一款的话是我男朋友的最爱 所以我一定会去买两套给他背着的 39刀其实是它这个面霜的正价 等于你花了39刀 买了一个面霜之后 它还送了其他的三个东西 还有一个小包包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划算的 之后这样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这个Kaja的这一套 包括了它的所有热门产品 其实这一套的话它很早就出了 但是之前的话我一直不是特别的感冒 但是现在的话我就觉得它很可爱 我就是想要它 我就莫名的变成了小仙女 就是一定要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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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它 价格很划算 我觉得说这个时候不入 那你等到什么时候呢 之后这样东西是Tarte的 这一个节日限定的四色眼影 其实我看过它的网上试色 我觉得特别美 而且它四个眼影29刀 其实挺超值的 它的原价是64刀 价格也不会特别贵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切尔式的深层清洁面膜 那那一个的话 其实我之前算了一下 它跟Suffera的深层清洁面膜 两个价格相比的话 其实切尔式的那个会比Suffera的更便宜 我打算这一次的话去买那一个 但是现在的话我网上是断货了 最后一部分的话呢 我是把唇膏给单独拎出来做一个part 我是一个唇膏的死中粉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第一支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一个D2的866 但是我网上有在小红书上查过试色 大家都比较推荐那个707 但是那一款的话是偏橘调的 不适合黄皮来用 如果说你要找一个不挑肤色的唇釉的话 这款866是适合所有肤质的 除非说你是不用那些红色 这一款的话我会去店里试个颜色 之后这一款就是Lancon的限量 这一款的话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包装而去买的 它这个包装不只是外包装 它唇膏本身这上面做成像Diamond一样的 有棱角的那种 我就觉得特别的美 跟它正常的唇膏比的话 这个看上去高大上的特别多 那我打算买的话是这个473这个颜色 也是一个红色 然后呢是两个Sea Shadow的这个唇膏 都是刚新出的 然后它的评价都特别好 丝滑不拔干特别滋润 下一个的话就是娇蓝的这个Kiss Kiss系列 这个也是限定我还在纠结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讲真的不是很日常 而且它里面是带有小珠光的 可是吧这个包装又特别的好看 我在纠结这一支到底买不买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Mac的这个星星系列 这一款的话其实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放在这一次Safira打折去买 因为它并不打折 但是这个颜色的话是我一定会去买的 这个Walk of Foam 这个上面这个包装 哇 没呆了 我就冲着这个包装 我一定会去买这个颜色 它简直就是很适合收藏 那我这边呢还是继续重复一下 这一次打折的重点 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些品牌 自己的官网价格 因为往往它的官网也会有打八折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活动 所以VIB和BI的小仙女们的话 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官网价格和它的折扣的 因为我自己是在加拿大 所以我是这一次打折 我会去买在加拿大没有官网的那些产品 因为它的官网都是在美国 而在它的所有折扣也都属于美国 就算你在加拿大你买了之后 你加上关税和运费的话 其实跟它的原价是差不多的 或者说可能比原价还贵 大家就是一定要去多看看其他网站 就比如说Northstone 或者说大家去Winners Shopers这些先去逛一下 如果说你要去买节日限定的那些盘的话 那你一定要去Suffera这一次打折 必须买就比如说True Face的煎饼盘 还有Gingerbread的那些唇釉 小日常的东西 或者说你是护肤品回购的话 我觉得说你是可以去其他地方去多看看的 一定要多看看 不能泛滥 最后一个的话 是重点中的重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重点 那就是一定要用到返利网站 现在的话是有几个返利网站 我知道的话是有Go Cash 还有EBates 我知道还有其他的网站 可能我不是特别的熟悉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用EBates 它的返利的话是随时会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直去多看一看 在MySuffera一定要用返利 你买一百块钱的东西 你都能返个几块钱到自己手里 既打了折 你又给自己省了额外的钱 那为什么不能 这是后来我去斯芙兰的时候 在看到的这一款Morphe的口红套装 它是一个唇膏 一个唇 又再加一个唇笔 它总共出了三个颜色 其他两个颜色的话都是比较裸色的 我自己看上的话就是这一款比较红色 它的唇膏跟唇油应该都是正装 在Suffera卖21刀 再加上8折的话 加入非常便宜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大家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Tarte的腮红套装 总共有9个颜色 最后这个的话是Huda Beauty新出的这个水逆盘 那Suffera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对小仙女们有没有帮助 而且我也知道我晚了一天 但是我1到5要上班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去录这个视频 所以就赶在今天赶快一大早起来给大家录了这个视频 今天才第二天 所以我觉得说我的视频应该可能也许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而且这一次打折是到11月11号 所以大家并不要去着急 一次性去全买了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Suffera的sell区 它那边的话会有不断的更新 你看到你打折的 然后你平时想买 但是你望而却步的话 在打折的时候 它在那个里面的话一定要赶快入手去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